題目是一個被除色 當fx除以一個色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雙色和魚色 如果你要把fx組裝出來 首先你要知道被除色、雙色和魚色之間有什麼關係 一個例子就是你考慮13除以4 13除以4就會出3 12剩1 這個我們叫雙 即是除完後的結果 這個我們叫除數 到最下面剩下的那個叫餘數 換言之13等於4乘以3 再加1 即是除數乘雙數再加餘數 同樣的道理 在這裡fx等於 雙色加除色再加餘色 雙色在這裡是ax加b 除色是除這個物件 x2次-2x-15 所以第一個項就是ax加b 然後再乘x2次-2x-15 最後加餘數 它現在說是等於0 即是在這個情況裡 其實你不加也無所謂 另一個角度 它又告訴你fx 其實就是等於x3次加kx2次 加mx加30 記住這兩個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 換言之它們是橫等式 但現在沒有可比性 因為這個和這個格式並不一致 所以你用不到你要比較的東西 為了這樣 當你看到這兩個括號 你應該剪開它 然後把它變成多少x3次 多少x2次 多少x 多少常數 你就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先考慮 ax加b 然後再乘x2次-2x-15 到底是甚麼 先把它分開 所以ax乘以x2次-2x-15 另一項有加b乘以x2次-2x-15 或者你習慣了直接跳過這部 寫ax3次-2ax2次-15ax 下一項 b乘以x平方就不寫在這裏 寫在這裏 因為都是x平方 再加bx平方 減2bx-15b 如果要分開多少x3次 是有a的x3次 多少x2次 是有-2a加b的x2次 即是寫出來 多少x3次 再加多少x2次 再加多少x 再加多少x 然後再加多少常數 填下去 有a的x3次 有-2a加b的x2次 有-15a加2b的x 和常數是-15b 換言之 用回我們自己組裝的格式 就會分開 為了方便比較這個格式 我們就不厭其煩抄多次 記住是令你手 看過你的腦 不要給你這麼大的負擔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看片 覺得好像很容易 但實際做下去一堆東西 就是因為 你的腦裡同時要處理太多 那我們就透過一個 比較係數的操作 因為每一個項 都一定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說 a其實就是代表1 那你第一個發現 就是a等於1 第二個發現 就是看x平方 -2a加b等於k 不知道有沒有用 總之先照寫出來 不要靠猜 第三個比較 -15a減2b等於m 最後一個發現 -15b等於正30 你發現四個發現裡 只有第一個和最後的 是最直接簡單的 因為只有一個未知數 A等於1 就不用寫 這一個 兩邊除回-15 變成b等於-2 題目叫你求m和k 很多人都會計算 這是不對的 因為這裡才能計算b等於-2 所以你的腦裡應該有一條虛線 你不能早過這條線寫b是-2 你沒有預示 所以-2a是1 b是-2 就等於k 如果你要計算b等於-4 同樣道理 如果你要計算m 因為你知道a和m 所以-15a是1 b是-2 就等於m -15加4等於m 就會等於-11 小心必計 不要計錯 最後答題 人家問你k和m 所以你回答題 k等於-4 以及m等於-11 題目叫你解fx等於0 然後再看看它的根 是否全部都是有理數 你要解一個三次方方程 當然是用因式分解 所以比起逐個項拆開 以及已經分解好的狀況 你當然選擇這個 所以其實k和m在這裡是廢 當你計算之後 你再計算b的部分 你應該考慮就是a和b是什麼 a等於1 b等於-2 也是一樣 現在要做的是解一條題目比方程 解fx等於0 有時不一定寫等於0 自己小心點 fx用回因式分解的寫法 a是1 b是-2 就是x-2 x-2 再乘x2次-2 x-10 5等於0 我們用零積法則 因為什麼乘什麼等於0 所以要不就是第一個因素等於0 要不就是第二個因素等於0 x等於2 右邊你就可以試試分解它 其實用人道就可以做到卡叉雙乘 這個 x-5 乘x加3 就等於0 再做一次零積法則 每個因素都有可能等於0 x等於5 或者x等於-3 所以說根是2 5和-3 全部都是有理數 所以問你同不同意 你就是同意 也 1 2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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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